Google今天发布了他们的Nano Banana Pro的模型 最让我惊艳的是 它对中文的知识比上一个版本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要用这个Nano Banana Pro很简单 打开这个网址 然后在这里选Image 最重要记得要在右边这里Thinking选Pro 第一个用法 我让它做一个云吞面店菜单的Menu 我跟它说要做英文加中文的 并且我的云吞店面的名字是阿麻面铺 然后风格需要是越式的风格 然后要带上我的Logo 可以看到它做出来的这个Menu 非常符合我要描述的那个风格 只是呢 可以看到基本上大的字都是符合的 招牌云吞 越式汤面 精选小吃都是非常符合 我对它的要求的 那美中不足的 就是它下面可以看到 鲜虾云吞猪肉云吞那里 这个字是有点模糊的 但是整体来说 这个感觉是非常惊艳啊 那当然了 我只是简单的跟它说 我需要做一个云吞面店的菜单 并没有跟它说我需要做的是什么菜 所以可以看到它把云吞放在了这个小笼包蒸笼里面 那也不怪它 是我给它的Prom不够仔细 对不对 但是整体来说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第二个用法 我跟它说 Create an infographic Explain the following 那这个呢 是我的thread上面的一个pose 我让它做成一个信息图 然后它做出来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整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自动生成出来的是16比9的格式 那在后面我也会有其中一个用法 就是让它帮我们把图片调整为4比5的比例 也就是IG的那个比例 可以看到它做出来的这个大字都是准确的 但是美中不足的还是它有一些小字 比如说这里货客内容 留存内容这里 因为是我写的帖子 我当然知道它是什么 英文是完全没有错的 retention acquisition都是没错 但是这个中文是完全是糊的 那我相信如果是纯英文的话 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用法3 那我上传了一张我拍的照片 然后我跟它说 Turn this picture into detailed education poster 然后需要解释我上传的这个照片的文化历史地理位置 还有有哪些fun fact 那这个就是它做出来的效果 我觉得也是很惊艳 非常非常厉害 那我上传的这个照片 就是旧金山的一个非常出名的公园 最惊艳的是它可以根据我的这个照片识别出 而且是自动识别我并没有跟它说 我上传的这个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它可以自动识别 然后这些很小的细节它都可以指出来 然后说这个金山的叭叭公园野餐表演 它是坐落在哪里 并且它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Hippie Hill 那这些信息全部都是正确的 它可以自动识别我照片里面的东西 并且做出一个教育指南 那它完全根据我给的prom写出了 文化历史变迁地理位置和景观 还有这个重复了有一点地理位置跟景观 还有趣味冷知识 这个我自己不知道啊 著名的椰子人常商 那我让他也做了一个英文的版本 那英文的版本基本上在信息上面没有错误 基本上都能看到整段的信息的内容 那用法四 我上传了一张这个olipop气泡水的产品图 然后我跟他说翻译这个图片上的英文字 变成中文字 还有狗 还有一个我拍的Vegas的一个地方 还有就是我自己的拍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跟他说融合这五张照片变成一张 有点科幻感的电影海报 那最后他做出来是这个感觉 我觉得也算是不错 他都有用那个元素 并且有结合科幻的那个感觉 唯一就是我上传的其中一个图是由我自己的 但可能太小了 他没看到 所以就没有我那个元素 但除了那个以外其他都非常好 那用法六 我上传了五张照片 这五张照片分别就是一个太阳眼镜 然后一个帽子的图片 一个模特的图 还有就是球鞋的衣服 就基本上就是衣物的元素了 然后我跟他说 把它变成一个lookbook 就是放在杂志上的那种lookbook的照片 然后他完全每一个元素都有用 然后给我生成了这么一个真的完全就是杂志上拍出来的那个感觉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以后如果你要卖衣服啊 卖服装啊 做服装品牌 这个完全不用情人去拍 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整个质感真的很好 然后接下来用法七 我让他帮我做youtube的封面 我上传了一张我自己的照片 拿着一张纸 就是我预先拍好的 我平常会用的一个元素 还有就是一个底图 然后我跟他说帮我把手中的纸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香蕉 然后跟他说了一下这个尺寸跟比例是怎么样的 并且我跟他说在左边要放上文字 那个文字就是nano banana pro 并且用第二张照片作为background 然后他生成的就是 我觉得也是很厉害 因为可以看到 其实我原本手上拿的那张纸是平衡的 但是因为他换成香蕉之后 他还可以自动帮我把手的位置改变了 就真的是拿住香蕉的那个位置的感 他都能识别出来 但可能就是如果你仔细看 就会发现这个手有点有点大 我真实的手应该是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 因为平常我做封面 需要花我半天的时间说实话 但是现在我给他一个prompt 他就可以帮我做出来了 基本上可以直接用的一个封面 好用法8我上传的一张太阳眼镜的照片 然后我跟他说做一个包装的design 但是整个感觉呢是需要像apple的产品一样 有那种开箱很高级的感觉 他做出来是这样子的 完全就是平常我们可以unboxing apple产品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但是他上面这里用的是apple的logo 这也不怪他 因为我没有跟他说要用别的logo 所以他直接就按照平常apple包装的那个感觉 帮我设计这个太阳眼镜的包装 那用法9我同样的上传呢 刚刚的那个太阳眼镜 我跟他说做一个品牌视觉的图 然后我的brand的名字叫做Bray 然后帮我想logo 还有配色 还有文字 还有他的包装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他生成出来呢 是这样子的 帮我设计的一个包装 还有按照我跟他说的我品牌的名字 想了一个logo品牌的配色 他也帮我想了 好用法10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在用法1里面生成的这个云吞面电的菜单 那这个菜单呢 我希望他变成resize这个菜单 就是我upload这个image into4比5这个格式 那4比5这个格式就是instagram常用的格式 然后我跟他说调整比例 但是其他东西都不要变 然后他就生成出来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就是平常我们IG用的格式 好 如果你想要本期的文字版 就是我用了哪些prom 去做些图片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 我在电子报里面会把本期的整个文字版 我所有用的prom都会放到里面 你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 那我是Brayton布莱登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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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